这个女侠不一般 作为尼姑安唯一有头发的人 她天生充满杀气 与人鄙视从来都是力求伤敌 别的弟子都在念经送佛 她却悄悄溜出去练武 不仅如此 女侠还豢养许多毒蝎 碰见坏人蝎子一扔 破除危机不说 歹徒几乎当场暴毙 监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向住持报告此事 住持闻言轻轻哀叹 有些仇恨是刻在骨子里的 原来女子名叫杰连 是曾经的镇西总兵刘大雄女儿 二十年前 裘大人招揽高手意图谋反 刘大雄得惜此事 想要上报朝廷 不料却被昔日四个家铺拦截 他们受裘大人收买 不仅将主子刘大雄残忍杀害 还将所有罪名 嫁祸到刘大雄妻子齐梅身上 城王败寇 齐梅被发配到孤岛监禁 刻苦铭心的仇恨 使他对四个凶手念念不忘 恶劣环境下 齐梅拼死诞下了一名女婴 临终前 齐梅将女婴托付给育友千手娘 同时嘱咐千手娘 将来一定要告知孩子真相 让孩子替父母报仇 千手娘权衡再三 终是不忍孩子成为复仇机器 他认下女孩当干女儿 飘洋过海送去佛门 就是想远离尘世的污浊 希望他一尘不染 洁净如帘 可不曾想 二十年过去 接连依然充满杀气 甚至常常询问住持 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 住持无奈 只好将事情一无一时告知 又将犯下杀戒的杰连 赶出四门 杰连下山回到家中 开口就要报仇 干娘无奈 只得告知仇人名字 分别是赵才 豆旗 好事 文九 可他查了这么多年 也只知道 好事在镇中开毒馆 对其余三人下落 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 也只能先对付明面上仇敌 杰连洋装扒手在毒馆闹市 一招美人计 偏到好事晕头转向 头怀送报 正欲下手时 好事突然一拉机关 将杰连给关了起来 好事心思细腻 混迹江湖多年 他一眼看出 杰连是有预谋接近自己 他质问杰连说出真实身份 否则就要将他困死 杰连文言不慌不忙 一抬手 独蝎直接飞向好事 深重剧毒 好事不断大呼小叫 赶紧哀求杰连拿出解药 杰连有心逼问其他三人下落 他拽起长棍 扭头对付几个手下 可不曾想 等放到一众手下后 转头发现 好事已然毒发身亡 让杰连白白丧失 获取情报机会 可好事一夜之间突然暴毙 幕后势力也不会罢休 他们一路追查杰连下落 在干娘幕屋内将几人抓获 俗话说 英雄难过美人观 靓丽的外表使得爪牙放松警惕 杰连突然小手一抛 毒蝎就已再次立功 杰连转身将杂兵扫清 他在寺中学艺多年 几个地痞流氓 显然是充当陪衬 随后拿出解药 逼问仇敌下落 可惜 爪牙只说出窦琪 在临阵开清楼 就已惨遭神秘人灭口 无奈 杰连只能扮作卖身女 前来清楼打探情报 窦琪对杰连很感兴趣 当即就要亲自培训 杰连嘴角含笑 当即就准备动手 突然一个男人来找窦琪 他拿出杰连画像 告知好事身亡的消息 窦琪大惊想要围杀杰连 男人却又提议 杰连是个高手 与其贸然行动 不如召集其余力量 一同对敌 窦琪一听此话有理 他撰写书信 通知邱大人支援 可不曾想 手下信是刚出门 男人就直接把他打晕 夺了信件 窦琪左等右等看不到援兵 他按捺不住 就要抓捕杰连 但杰连这边早有准备 放出毒蝎 拳脚大开 轻松放到一众杂鱼喽啰 杰连接过师兄弟来长棍 双手一拔 长棍变双刀 窦琪也掏出铁爪护身 二人针锋相对扭打一团 窦琪横转铁爪 打掉杰连双刀 徒手对敌 杰连显然吃力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以头顶斗力老头 突然出现在门口 老头提醒杰连 集中角力 专攻窦琪手腕 杰连怀疑此人身份 然而尝试一番 效果非凡 这时身后一男人提醒杰连 斗力老头身份蹊跷 让杰连小心提防 事情越来越乱 杰连分心思索 正被身前窦琪抓住时机 一把红色粉末扬出 杰连头晕眼花倒地不起 师兄和干娘 赶紧将杰连送到尼姑安 住持微微叹气 束手无策 此毒名为戚风剧毒 整个江湖 只有戚风山上老身一可救 二人立马赶到戚风山求医 一番哀求家耍赖 老沈一忠实跟两人来到尼姑安 他询问 杰连为何身中此毒 干娘没有多想 直接如实相告 却不曾想 老沈一闻言 瞳孔震荡 面如死灰 犹豫良久后 沈一这才缓缓开口 原来 他就是杰连要找的仇人之一 闻九 往事如烟 闻九对当年耿耿于怀 当他醒悟过来时 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所以他隐居深山研究医术 却不想 最终竟是碰到杰连 往事无法改变 不如旧以生命作为悔过 住持一语惊醒梦中人 闻九当即为杰连服下解药 同时运起内功耗事一夜 终是将杰连救回 看着转为为安的杰连 闻九并未多留 起身就走 为感谢闻九 干娘让徒弟将他追回 谁知 下山途中 闻九遭遇斗笠老头 原来斗笠老头就是私人之一 赵才 赵才心思深沉 他利用杰连报仇心理 借刀杀人 兵不血刃 替自己消灭多年共事好友 好去求大人面前领功 他不在乎谁死谁活 只觉得闻九救活杰连 给自己添了麻烦 说吧 便对着昔日好友大打出手 赵才身为私人之首 武艺本就高出闻九一劫 他一脚踹翻闻九 杰连一掌拍向天灵盖 转身对暗中窥尸的师兄喊话 他就是赵才 杰连要是有本事 就来镇南府衙来找他报仇 事已至此 赵才不屑在隐藏身份 他知道 凭着杰连火爆性格 一定会来镇南府衙找他报仇 可杰连只要赶来 自己定让他有来无回 事情发展不出所料 月黑风高也 杰连和师兄一同潜入镇南府 一刀刺穿正在熟睡的裘大人 可正要离开 一个男人拿刀架住杰连 对他说 这个不是真正裘大人 自己是朝廷密探 他提醒杰连赶快离开 不想话音未落 门外赵才抓住师兄走了进来 随后真正裘大人现身 原来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天罗地网 杰连落入圈套 男子也身份暴露 围巾之际 只有杀出重围 两人冲向院中砸兵 不曾想被两名高手拦住 一老一少 一胖一瘦 小胖使出短刀缠住杰连 老头一口烈酒 火势滔天 屋内杰连和小胖 势均力敌 屋外男子虽打掉酒壶 但也被老头锁伤 索性门外石柱及时赶来 眼见战友死于非命 他怒火攻心冲向老头 一套组合拳打得老头节节败退 随后抓起地上酒壶 直接抛向喷火老头 引起爆炸 屋内患养毒蝎 再次立功 趁着小胖分心 一镖将其击杀 杰连在裘大人身后紧追 谁知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戴着面具 放出一群分身 围攻杰连 可这一众江湖角色 哪入得杰连法眼 刀兵相机 亡命厮杀 几个分身 一个接一个倒下 杰连转身对付裘大人 却不料这裘大人官服在身 模样儒雅 手上功夫 却一点不含糊 他佯装中招 倒地时一刀刺入杰连腹部 杰连不甘示弱 他忍着疼痛转身 抛出手中单刀 成功反杀裘大人 可战斗却并未就此结束 石柱与赵才缠斗 一路打到密室 眼见裘大人尸体 赵才勃然大怒 他凶性大发 手上招式全出 一路压着石柱打 随后扣住石柱身体关节 掏出毒针就想结果一人 一旁结连飞刀相助 石柱转身重拳出击 二人合力 终是将最后一名仇人击杀 成功报仇 破戒是由郑昌和指导 梁小龙 陈慧敏等人出演的 动作古装类电影 影片动作设计简单明了 一招一式到非常利索 只是剧情方面略有欠佳 梁小龙腿功非常不错 跑龙套的红金宝 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最后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